我们这一季的巅峰拍档 和第一季相比 彻底改头换面了 三 二 一 走 你看怎么玩 Oh my god 我们在这人间镜组 我连犯个屁都属于空气污染 那都是犯罪 为什么现在变成你们两个拉帮天派 猛动 身上捅到 第一季巅峰拍档放出之后 很多观众在网上吐槽说 成雷是一个汽车外行 我要说那些人真的没有眼光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奥迪 看到你们两位这么年轻 我瞬间踏实了许多 我觉得这期节目大家一看 基本上对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基本判断 三个面和心不和 互相争锋相对的主持人 会和车产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程雷老师在第一季里面 精彩的表现 精彩的表现 听说已经破了吉尼斯的纪录了 对 就是翻车姿势最优美是吗 他就是把一辆从来没翻过的车 和这个车型里面从来没翻过的车型 可以搞翻了 可以搞翻了 这辆车想翻都挺难的 回去 真的有翻吗 Oh my god 这台车当时上的是最高的沙漠高峰 巴丹吉林 我觉得它有一辆有一个地方上不去 就是上海的早高峰 制片组就给了我们三个一个任务 让我们在上海早高峰的时候 每个人选择一样不同的交通工具 从出发点长峰公园的游艇码头出发 横跨整个上海 跨过黄浦江全程20公里 看谁能够最先到达终点 东方明珠 当我们为上海摩天大楼时髦新潮 沾沾自喜的时候 和全世界国际化大都市市民是一样的 都在吐槽同一件事 早高峰 我在这里生活了40年 今天将主场迎战车风峡欧地 神秘试车主Stig 还有说起来一套又一套的奇葩 马东 我选的这台车操控性极佳 因为它的发动形式是中至后驱 这一点跟法拉利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着28寸的金刚大轮毂 转向性非常精准 360度的全景天窗 这台车是连续生产了52年的经典车型 永久28大杠 哎哟 同于院吧 帅 破风少年 哎哟 你也帅啊 穿得像个飞车打 不是 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族 对 我要给老板一个好印象 所以穿着整洁 然后开着车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丰田锐智V6发动机 首次一体变速箱 是上海早高峰的好帮手 话说回来 马老师呢 这儿呢 在这儿呢 你们啊 真的不做功课 上海这个时间 星期一早晨 早高峰 你开车去啊 有300万辆汽车在马路上和高架桥上 你就基本上就全部是停车场 根据过去25年的气象报告 星期一早晨上海的天气是完全没准的 星期一就没准 哦哦哦哦 会下雨 看看我的 看看我的 延苏州河游艇18弯过去 没有红绿灯 我跨过黄埔江 一脉腿就到了 他怎么去啊 Longban 他才是老上海的腔调 真的耶 居然选黄包车 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北京人了解上海 还是上海人了解上海 还是台湾人就算了 台湾人能不能克服 这个巅峰时间的这个堵车 只要看一点就知道了 你看 快快快快快 180度 你们着急 你们先走 我送你们 拜拜 我迅速跨上四行车 ODI抡起方向盘 Stig似乎在梦游 马东看四站顶一扭头 撒腿就跑 开转开转开转 比赛开始了 我的战术很简单 沿河一直开 找机会就过桥 开上延安高架 穿过延安隧道之后 直打东方明珠 我的战术 我的战术就是梅战术 坐着船 吃着大饼油条 看着苏州河风光 一会儿就到了 神秘师车手Stig 居然放弃了汽车 乘坐地铁二号线 出路加嘴站 就是东方明珠 而我的战术呢 能穿弄堂 绝不走马路 到外滩后直接进观光隧道 根本就碰不上早高峰 对付他们三个游客 永久二八大杠 绰绰有余 如果我赢了 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自行车 那样的话 上海的天都会变得更懒 所以我必须赢 陈老师的时速是20公里 还不错了 Stig依然在梦游 估计他根本不懂 什么是上海的早高峰 眼睁睁看着车 就这么开走了 Stig 你不等 谁等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铁锤 大冰 油炒 吃饭 豆浆 来点 来来来 一起 一起 盼望已久的早高峰 看来真的来了 没想到自行车 你还走不快 我现在目前什么都没看到 你去游戴超酷的 有卖鱼的 卖虾的 这个地方很像我小时候的 传统市场 我跟你講早上上班的时候 来到这种传统市场 你等于是自投罗旺 自寻使用 你别想来得及 还好啊 很快摆脱了小菜场 加速狂飙 走走走走 好 这里汽车进不了 没电 那陈老师 跟陈老师分道扬镳了 对我来说 现在天很热 但是当我骑雪的时候 那种风就自然地帮我降温了 可是马东如果现在停在水面上 一每小时 或者是一每小时 十五公里速度前行的话 它会烤成鱼竿呢 这人哪 还是要用脑子 对吧 这舒舒服服的一张票 水上一个红绿灯都没有 然后还能跟你们聊着天 多舒服 多舒服 车辆进行 沿线单位除外 OD只能绕远路了 斯蒂格的公交车还没到 OD继续寻找延安高甲 马东上了船就只剩吃了 我战术之行 那相当顺利 专找小鹿 包抄小鹿 五十六斤重的车身 真是 还挺重的 小鹿 看看马东的船呢 干什么 慢慢开啊 等着我赢你 哇 我偷偷里迷路了 怎么办啊 龙豪 龙豪 请问一下啊 东方明珠怎么走啊 嗯 东方明珠我也不太认识 反正前面是沿洋路高驾 啊 下动 下动 我这一路畅通无阻啊 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啊 我骚扰一个再说吧 我估计 我估计你 你现在找的道路吧 你可以用百度地图 好 我现在很专心 高德地图 对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跟你讲话 这边有警察 好 没关系 你下午再到就来得及 好 好 好 拜拜 好 好 好 拜拜 好 好 好 拜拜 哈喽 欸 请问一下那个 东方明珠怎么走啊 我往前面啊 走 拜拜 欧蒂不停地问路 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告诉他正确答案 马东似乎逐渐明白了点什么 特朗普则刚刚上了公交车 我呢 却碰到了麻烦 出问题了 你 你会修车吗 尽量快一点 因为时间有点停赶了 麻烦 那边还跟我比赛呢 这车子很好嘞 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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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车好骑啊 不稳 OK 没问题 等一下我停一下啊 yes 谢谢蒋师傅 车是很快修好了 帮我修车的小蒋师傅 硬拉着我要拍照片 傲造型 唉呀 耽误了不少时间呢 那里有个学生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那个 东方明珠怎么走啊 东方明珠啊 收掉 嗨 你好 你好 你知道路吗 知道啊 那你上来 你上来 来 我 我载你好了 嗯 OK的 我不是坏人 你放心好了 我现在在跟人家比赛 嗯 那好吧 选择自行车 4S店遍布大街小巷 本想横川中山公园超劲道 万万没想到 半路遭遇各路粉丝 围追到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可以 我可以穿过里面吗 可以 不是有玉岩路吗 我要到玉岩路啊 玉岩路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嗯 好 当心到一堂一堂 是吧 当心到一堂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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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得比 你还没得比 大家的积极热情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各位叔叔阿姨 我还在比赛呢 哇哦 有个小美女指路 我现在马上 就可以冲到延安高架了 哦 顺利 只可惜 好景不长啊 那您说 就从刚才 咱们出发的那个码头 一直到东方明珠下面 得多久啊 一个小时 大概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 我原来以为 我原来以为 二十分钟 就差不多了 咱们快点吧 我们的规定行速的不好快 不好超 不好超 这个 现在这是大概多快啊 没关系 最多也不好超 不可以超过八十啊 八级 八级啊 八级是现在几级啊 现在我们大概已经 七级 七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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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船多大马力啊 这个马 大概一百四万 一百十啊 嗯 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那看看这船 到底能快 不好快 哎呦 这速度可比我想象当中慢多了 要这样下去 我得输啊 看来 我还是得骚扰战术 哎 上来 哎呦 哎呦 马总啊 哎呦 马老师 哎呦 你到哪儿了 哎呦 我现在在中山公园 那你很明显呢 你领先于我呀 我刚过了一个一百多年的一个桥 然后这个好多大仓库啊 你那一百多年桥你慢慢欣赏啊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争分夺秒呢 哎 是是 身体要紧 下来查查自己的那个轮胎 那个车带什么 有没有渣 啊 好嘞 你你跟欧迪问好啊 我跟 行行行行行 好 好 好 拜拜 还让我跟欧迪问好 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真是 我选对了中山公园 没有选对这个四叉路口 哎 啊 给我比赛啊 巅峰开档 有人欧迪开车 我骑自行车 看看谁快 这位这位 路况好转 个人演唱会早起 我想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对不起 我突然想唱歌 爱着你 开始堵了啊 到大条路就开始堵了啊 我一路高歌猛进 继续抄劲道 又抄了个劲道啊 上下班 外面是堵车 在这儿你看 完全是自行车专用快速通道 VIP的感觉 欧迪你完了 我估计现在 我们的马总在船上 只能跟人聊天打发时间了 以前嘛 乘的那个是公交车 它鞋子鞋 鞋子鞋 鞋子鞋 时间赶得上啊 后来每个四驾车 有一天 有什么 躲过一天 是吧 他说四驾车 不太方便 但是到最终 没有方便的感觉 也一样糊 好棒 对 欧迪已经接近延安高架了 马东呢 更加焦躁 我为了躲避粉丝 坚决执行既定战术 看到了呀 穿中山超紧道 他没想到他出事了 他不开出去 所以对 对不起 走 搭车换哪儿修 前面 坐在那儿 坐在那儿去 站在那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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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这辆车 以为它是 纯粹就是Toyota 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前之后驱 只要车况允许 家用车 我也能开出跑车的感觉 我可是车风侠 哎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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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 烧车坏了 两分钟搞定 OK 为什么刚才我这个会跳到 师傅 这个烧车怎么会 我这个螺丝不会跳到 有可能是我同伴给我做过手脚的 我怀疑 真的真的 他们很坏的 再给你三十秒 我告诉你 你这个刹就刹就放过来就不容易会了 怎么刹 一刹一松 一刹一松 一刹就不够刹两下子 好的 两下不够刹三下子 可以吗 那可以 这个也还有最好 师傅 咱们还有多久啊 咱们试一下好不好 咱看看这团到底能快 不好 不好 我们规定 好了 行了行了 那我就 三块钱就先不找了 好 加油 加油 掌声给我一点好吗 好 OK 我爱死上海了 我爱死上海了 所以刚刚修过之后 我真的觉得我新台FV赛车 来吧 有时候这种躲在路上 真的已经 就是上班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尿又快喷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红灯啊 真是杜苗如年 游船一路始终保持二十公里时速 无论马东怎么忽悠 老师傅依旧不紧不慢 欧帝遭遇上海经典堵车路面 静安寺 我 主场优势明显呢 大街小巷 任我吃场 姐你看 骑自行车抄车 别人不跟你置气 是不是 抄一辆 再抄一辆 我抄了温驰 我有点老爸送小孩上课的感觉 我应该不会让我女儿穿那个美少女战士的衣服 在上海自行车才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啊 大家都在骑 怎么可能骑脚下车上班嘛 搞得全身都是汗 然后脏兮兮的 你不为自己想 你要为自己的同事想 对 同事闻到你满身臭汗 还想跟你开会吗 好 不好意思啊 你看 这样的妈妈 送孩子上学 永远不会耽误时间 多好 多好 要不去过风了 那去过风 我都不了 你不了 有个讨厌嘛 这么说来欧弟 那就已经快上阳阳高架了 我必须 用我的小巷战术 击败他 这样的小路 对于我这台车 真的是如鱼得水 阿姨可怎么能去都不去不了 要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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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小巷 我直接跟大公交飙上了 会不会是斯蒂克在车上 斯蒂克 你认路吗 不认路张嘴问哪 四行车行 遍布大街好像都四行车行 四夜四夜 这过弯 随便来啊 这才叫架空的乐趣 嘿嘿嘿 好了 好了 过了这个红绿灯 马上就是延安高架了 呀 终点就在前面了 有 道理 有 道理 有 啊 这超前面的小船 怎么玩似的 这一下就过去了 咱们唱那一下试试吧 不能唱 拿到 拿到 夹子 欧逸上一安高架了 瞬间进入无红灯模式 随时可以畅通无阻 马东的船似乎提速了 斯蒂克终于找到了二号线 我就要看到东方明珠了 成都北路都到了 哦 你看 这时候你看 只有车辆会造成拥堵 如果是冰车到火 就穿过来了 没想到半路突然杀出一群 美少女粉丝 有 老虎要吃人 第一次有美少女粉丝 美少女追尾赶紧逃啊 不管什么车 开起来都要像跑车 今天车况其实还不错 还有加上我最喜欢的 在塞车时候最好用的 就是这个 手打的自动排挡 还是有一丁点在加速的时候 从后面饱满那种动力推过来 回头看 往前看 马东呀 你在哪里啊 马东呀 你慢些跑嘞 你慢些跑嘞 这里的苏卓河静悄悄啊 好想念马东老师啊 勝利在望 四行仓库 胜利的标志 哦 老四行仓库 哎呀 这俩到哪儿了 马东忽悠不了师傅 只能继续忽悠我 你到哪儿了 你在静安寺 我能上当 你 你还出了车祸 哦 那 哎呦呦 那你仔细善后啊 你好好的那个 别着急 别着急 他跟我说他出了点车祸 没这么巧吧 我怎么怀疑这小子骗我呀 你来一下 啊 啊 啊 冬放明珠 我来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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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东方明珠 哈哈哈哈 赢定了吗 哈哈 哎 东方明珠咧 那个 就那儿看起来不远啊 哎呀 坏了坏了 这个整路都是探索 好好好 延安隧道还进不去 哎呀 看我还换条路线啊 反正条条大路都能过江 Stig 终于上了二号线 看起来 最难的时刻 但是也是 在车阵当中其实跟在战场上一样 怎么样可以超出来 那就是要预测别人的动向 永远眼光要放很远很远 我大概在堵车的时候 我的视线是在前面大概三到四台车以上 我才有办法骑得漂亮 打篮球一样 这是卡位 再给他一点压力 OK 灰色让我了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外滩 我觉得日本人在追求一种 什么人都能开的车 你可能开着这种车 在车阵当中你真的会是整个人就懒了 然后就警觉性就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 说车子做得太好也不太好 那前面就是东方明珠 行了 我赢了 这就外滩度 瞧 你给我 这怎么有船闸拦着呀 师傅 这怎么过去呀 里面转呢 里面转呢 我们去哪儿啊 斯蒂克的公交系统果然厉害 地铁二号线即将过江 我和欧帝都已经接近外白渡桥 马东决定采取新的战术 究竟鹿死谁手很难知晓 我们马上进入最后的冲刺 没想到主场作战 要赢也没那么容易 看来我必须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早上也有看到 快到了 过江就到东方明珠 人的能量 决定车的力量 刚才延安隧道拥堵 看来呢 我现在走新建路隧道是对的 哦 总点就在前面了 东方明珠 东方明珠 Come on Come on 嗯 出问题 接下来就全是我的生死时速了 怎么到东方明珠啊 里面坐船 哪啊 里面整个十分钟马上坐船 十分钟啊 上海其实还不错啦 对 你看我今天礼拜一上午八点到现在 其实速度挺快的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让开 你这资金哥能借我十是吗 我能走 就有Uber 这个船在哪啊 什么船 到东方明珠的船 有船的啊 就护 一直往前走 六百米到八百米 六百米啊 对不起 哇 有直升飞机吗 人力加电力 这是混合动力电机现在 放下 东方明珠 这边这边 我们还有电机啊 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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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我赶路我赶路 往下往下我过一下我过一下 我刚才进去 开门开门开门谢谢你开门 估计那现在俩小子是喝着气泡水 翘着二郎腿啊 现在我依然有信心 我会是第一名 那我说第一 我会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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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属第一 现在 DJ 0.7米 速度将我们上行 才0.7米 才0.7米 2.23米 上车去 现在我们电梯 缓缓上行 打开电梯门 你可以看到马东和欧帝 那个很贱的表情 是吗 他们恨不得踩我一脚 谢谢啊 谢谢啊 拜拜 目的地到了 没有人 没有人耶 有人来过吗 一个半小时 我还可能是第一名吗 有人来过吗 没有人 没有人来过吗 No.1 很伤心吗 这两声 有敲碎你的心吗 你刚才一走出来 我真的觉得有像彭于晏耶 好帅喔 你完成了这一段 不管你是不是第一个 你都好帅喔 真的 陈老师帅呆了 什么 看到马东没有 我想听说来了一个强烈台风 他现在应该要往厦门去了吧 对 恭喜第二名 可以 快 走了 哎 多长时间一班啊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他过去 人下了 他就过来 他得人过去 人下了 然后再过去 我去 他得人过去 人下了 然后再过去 我去 好 我在梦想有一个奇迹 就是那俩孙子还没到呢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 喝着咖啡等他们 哎 估计不太可能了 哎上海风景真不错啊 对 来来来我们留点喝饮 然后就是胜利者前三名拍张到 耶 哎前三名拍张到 耶 朋友哎哎 来来来正快有人到 帮我拍 哎你可以软点 前三名拍张到 啊对对对对 我们要留个纪念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前三名啊 对对对对 把脸拍进去啊 哎哎 不要自态行吗 哈哈哈 别鼓掌了 我跟你讲我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我算好的走水路 我哪知道外白杜桥那地方 他卡住了不让我进黄埔江啊 但是呢 这遍地了我的基础 就是呢我这个 刚来节目说了 我要成为那个 king of the road 到底是不是king 咱们还在说哈 但是有一个机会 可以验证你是不是king 那就是如果面对真的是生死考验的时候 你会选择什么车 哦 看 哇哇哇哇哇 帅呆啊 我会选这个 然后在后在后面 他那个皮卡那里面 装一个摩托艇 啊 这样我觉得我基本上 就应该哪哪都没问题了 栏目组交给我的任务 连这种车都克服不了 我会选择什么车呢 没错 各位朋友们 我这一次驾驶的是什么车呢 就是斯巴鲁 DRZ 其实这款车是秋名山车神AE86的后代 也就是说你想想看 漂移之神移植到斯巴鲁上面 那我山路肯定没问题了嘛 你看 跳一下 这两位是来自美国的David跟Barry 全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员 这项运动呢 是从高山上穿着翼装往下跳 到达一定高度之后 打开降落伞落地 每一跳都有三分之一的死亡率 全世界只剩下不到一百个人 从事这项运动 然而我今天要跟他们来一场生死决斗 这里是张家界的天门山 拥有全世界最嫌恶的九十九道丸 两队人马同时从山脚出发 必须先到九百九十九台阶处迁道 随后他们到达起跳点纵身一跳 而我迁道之后必须要开车下山 先到天门山的大门就获胜 这对于一般家用车来说 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这九十九道弯 会让刹车彻底的过热失效 所以对我来说 冲下山崖的几率 同样也是三分之一 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必须要挑战你们两位 好 好 但是我有一个外号 带路上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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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们要小心 我真的很快 好,开始吧 走 走 走 哇塞啊 我现在正式出发了 但不妙的是车况 人第二次有点多啊 電池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當我的BRZ在奮力前進的同時 兩位一樁飛行員坐在纜車裡 居然還有時間發朋友圈 我已經看到天門山了 好的 為了這場生死對決 天門山的99道彎 為我們封閉了所有的車輛進入 鏡頭你才會知道它到後面是怎麼發展的 拍這麼快的時候 一定要看彎道的鏡頭 它的彎型還不是只有一種 它有好幾種 入彎之前就要先煞好車 跟賽道的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跟賽道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哪裡 賽道你開不好 你頂多就是滾出去 這裡滾出去 我們走 我們有降落傘嗎 沒有 我們沒有 看到他們了 OK 纜車會不會有快嗎 看來 這裡是Odie 哇 我看到天門山了 我的天 你看到 你們的鎖 八十八 这是最危险的八十八 就是这里 八十八我看到了 我记得这里 九八 九九 车子上山的部分算是结束了 但是我人还要爬过九百九十九街 才能到达最高点 好 好 你看 好 好 这里是最高的地方 OK 拜拜 我迁到了 快速下山 他们随后也会来迁到 然后到达起跳点 他们落地的时间只有不到三十秒 也就是说我必须在他们起跳的时候 我就要到达离终点 车程三十秒的地方 才有可能获胜啊 我的妈呀 这个时候搭缆车轻轻松松上来的一桩飞行员们 也到达了天街的最高点 你们未免也太轻松了吧 OK 拍了几个照片 而此刻的我 在下山的路上 就像秋明山的藤原拓海一样 在这边和 discussion 一口飞行员 一口飞行员 撤秋明山的银子 撤秋明山的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加油 好, 我到達中間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门三挑战 成功 天门三挑战 成功 你这是干嘛呀 超人哪, 还没看过刚才的表现 不得了, 虽然输了, 但是 虽败尤容 不过今天这第一期节目里边 看的我们俩反正心里不是滋味 年轻人嘛 但是接下来我们明星圈速榜 来的这位嘉宾, 我觉得 可以让我们俩找到一点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比欧迪帅 然后唱歌比欧迪好 演戏比欧迪好 甚至开车也比欧迪好 你们请得到金城武不可能啊 那到底我们这期节目 第一期巅峰拍档 第一期明星圈速榜 究竟请到的是谁呢? 传说, 他Stick 是地球上最快的车手 他会选择什么样的车 来挑战F1赛事中最有气势 最具挑战的赛道呢? 总长2.8公里的巅峰赛道 充满挑战 6个右弯, 4个左弯 其中1号弯到3号弯最具特色 弯道半径从93.9米 迅速缩减到31.8米 极度考验车手的控车和走线能力 Lamando 0度 全新TSI发动机 7速双离合变速器 作为Stick的魅力战袍 将纵情演绎巅峰拍档的速度与激情 神秘车手Stick和他的魅力战袍 将让我们的明星瞬间提升为 有颜值更有实力的专业车手 今天,谁会是巅峰赛道的新王者 可能长得帅的人啊 开车会比较好 看他的背景好像他 就是接触车也蛮早的 他那种协调性和求胜心 会特别强 我觉得他是技术好 并且他非常爱系车 这是一个会开车的 来吧 他这是有多想赢啊 他的出现 结合了咱们俩身上的优点 你开得快 我长得还过得去 好,有请李正廷 紧张啊 你是刚才从赛道下来 坐到这儿还有紧张的感觉是吗 对,就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勇于去表达我对汽车 对赛车的热爱的人 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 真的是能够用数字来衡量我 到底有多好 所以就真的有点紧张 你不是第一次上赛道的 你应该是经常上赛道的人 我是上过两次 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我跟我一个表姐夫 她其实是我爱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然后她带我去珠海 第二次上赛道是 那次真的很幸运 就是老板黎明 帮我安排了一辆Zonda R 然后专业赛车手 关绍昌先生带我去走几圈 那个车好像也挺贵的 挺值钱 要五百万吗 一千万 不值 我这么一个小伙子胡开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很内疚 从我那一次 其实虽然很开心 但是没放得开 还是小心翼翼的 开过将近一千多万 进两千万的车 然后再开我们这个零路 价值十多万吧 才一点四T 是不是觉得不过瘾 我真的说实话 这一次是我最过瘾的一次 可能因为Stick示范了一圈 我又觉得 哇 原来它的极限可以那么高 第一个弯道 T1可能有一个G 这个是我挺惊讶的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作为一个演李隆基演李小龙的 就是偶像的明星 大学时候是读物理的 你在哪里学的物理 我在伦敦在帝国理工 我是大概十五岁 我就跟我父母说 定了 我是个音乐人 我就跟他说 我不读书了 我很清楚 我就玩音乐 无论是目前幕后 无所谓 我都是跟音乐有关的 所以你们就别碰我 我不读大学了 当然父母就骂了 就是说你有机会 我没有支持你 你一定要读什么 然后慢慢地 也觉得他们说得对 所以就打算读得物理 表演和赛车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表演和赛车 就是车和演戏 我可以这么说 太狠了 这个选择 这事特别简单 就是表演是一个挣钱的事 赛车是一个花钱的事 第一辆车花多少钱 第一辆车没花多少钱 但是撞了 所以基本上就花了很多钱 因为我要赔给我 我老爸 什么车这么容易撞 反正我是那种 刚考完驾照 就以为自己是车神的那种 我两岁就开始喜欢车 爱的 真的是疯狂喜欢 然后两岁半 就已经各大品牌 就已经能备出来 老爸说你要买车 我说一定要手动买 手动买 手动买 但是马力也无所谓 那就找到一辆 西巴鲁的WRX 欧版 西巴鲁 2.5的排辆 然后就当然就是任性 以为自己是车神 就胡乎开 乱七八糟开 然后结果就撞了 然后就赔钱给我爸 那第二辆车是你爸给你买的 还是你自己 不是 自己买的 然后你猜猜是个什么车 穿红色 喜欢法拉利 也是九代WRX STI 我买了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但是就加强版 你大概觉得后面买这辆车 是前面那辆车生的孩子 对 有什么感觉 或者是 你长得都一样 对 然后又有血缘关系 对 然后就买了一辆S204 就是一个很猛的 那个九代的版本 你喜欢开手挡车 非常喜欢 有什么区别 就模一样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完全知道 车跟你的互动 你在做什么 然后因为现在 我是彻底爱上了一辆 92年的911 964 就真的是疯狂爱上 这个964是 就是原装 当年的车 只是把它翻新了 修复了 修复了而已 是吗 就是我真的我想不通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 或者是女人 甚至有那么多的 就是疯狂的发烧友 喜欢一款50年都不变的车 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我喜欢 不忘初衷 但是有进化 有进步 嗯 你知道吗 它的核心还在 它从来没有变过 我就不让我弯头 我就直接问吧 好 作为它手动挡车 年龄会越来越大 总共会有老婆孩子 对不对 总共会交女朋友 如果你总开手动挡 如果身边做这个美女 你们俩会少很多互动 你不觉得这世界很单大的事吗 那她可以为我换挡 多浪漫的事情啊 老婆 三挡 给个空佑 她就换你 好老公 因为你这句话 有可能就是 现在手动挡会热销 行李车就买手动挡 这话真没想到 让老婆帮你换挡 对对 看来你最喜欢交通规则的 哈哈哈哈 看看你跑的这一圈哈 估计已经把这个车 起步极限已经 抬到底了 我希望吧 带一架刹车 直接切进去 直接让旺盖使 哎好像还可以 非常 这个我是 对于我说 不要那么早进去 这个地方 其实出门里的速度 是够的 这个镜头看起来 感觉 出门的速度永远差一点 你上坡路还是该踩用门啊 踩你的踩 哈哈哈哈 轻轻声音的 真的很夸张 几乎是全速过 哇这个很恐怖 这个非常恐怖 哇我看着就是恐怖 有有壮的感觉啊 有壮的感觉 这个就是要熟悉了 就能一下 所以就非常好了 谢谢 来吧 你为什么要下挡呢 你刚才那些 不是下挡不就好了吗 哈哈哈哈 觉得是 标准的怂样 对 是不过瘾 还是说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也不是不过瘾 就是觉得 对完成了 完成任务了 揭晓的时间到了 他的成绩是什么 一分三 好 三十一 三十二 那就说明没有到四十 三十三 三十四 非常好 已经非常好了 三十 还是三十九呢 三十 一分三十 一分三十 秒 七 一分三十秒 这快吗 非常好 李志廷作为我们 第二季电风拍档的 第一位明星车手 我们的疑问就是 李志廷 是这样呢 还是 我希望能一直保持到上面 这很有可能是这台车在 最快的 三十二十七 甚至 我觉得 这是本季巅峰拍档的冠军 有这种预感 但是说实话 他真的在整个赛道上没犯错 哦 基本上该走的线 然后都走到了 但是他 偏谨慎 胆子比较小 比如走最后那个轮胎墙的时候 他要是像 他要是直接冲过去 一抖过去的话 那肯定 我跟你讲 那个轮胎墙我就是直接过去了 那是 那是撞墙 我修正刚才OD一点 是 King 对 不是欧汉生 而是李志廷 诶 等一下 他是赛道 我是弱的 都是弱 而且呢 要不是我在天门山吐我 我当天已经找他单挑啊 欧汉生单挑李志廷 随着这条劲爆的新闻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让我们下周再见 搜狗视频 爱奇艺 优酷 土豆 暴风影音 风行网 观看节目 感谢独家锤之类汽车内容 合作伙伴 爱卡汽车 专业汽车媒体合作伙伴 急驾客 下载急驾客APP 了解节目信息 点击库六网 天忆视讯 花椒直播APP 观看节目 划序登陆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新豪网 styTV 新浪微博 UC浏览器 百度手机助手 百度地图 百度贴吧 美图秀秀 美台凤凰新闻可护端 扎克新闻可护端了解节目资讯 感谢合作伙伴 上海奥迪国际赛车场 专业赛事 CTCC 大核车场